那駕駛蠻酷的啊 開700T那個感覺 哇速度那麼快 尤其是女生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種很大的成就感 我還沒有進公司的時候 我其實想當的是駕駛 可是那時候大家普遍的想法是認為 駕駛就是男生 其實男生抗壓性好像比較適合 或者是說他們的體力上面比較適合 所以一開始我沒有信心 所以我就先把我列車上 那經過了幾年磨練之後 我發現其實我對自己越來越有信心 又通過了一些訓練考試當場駕駛 因為高鐵駕駛是一份 需要抗壓性蠻大的工作 它很多都是自我的管理問題 對 例如說你的上下班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工作表現的問題 你資格維持上你考試的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壓力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回去看到小朋友 我就會覺得還蠻開心的 你就會覺得你的努力是有目標的 也是有原因的這樣子 對 然後尤其看到他們成長 你就會覺得 好 媽媽教的不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當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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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